那么新政府除了广开裁员增加收入之外 那么还采取了一些饮鸩止渴式的一种畸形的税收 就是很不正常 畸形的税收 那么这个畸形的税收大概有这么几种 那么首先一个畸形税收叫做捐输 捐输 那么这个捐输的本意就是说人们对外去捐输财物 是吧 是慷慨解囊 这个捐物捐款 是吧 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就要讲捐款 是吧 捐输 那么但是清代的捐输 和人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捐输有所不同 清代的捐输是什么呢 就是按照清政府的捐官的一个办法 来向清政府交纳银两 那么或者呢 是为了地方一些公益事业赞助银两 那么或者呢是某个地方发生了灾害 人们呢去捐款 那么还有一些呢是为了自身的或者亲友来赎罪 来捐款 那么有一些呢是为了免除自己的 某些这个处分来捐款 其实凡是按照清政府的 他搞了一个这个捐款条例 按这个条例捐款的 那么都叫做捐输 那么这个捐输呢 实际上在清代前期就有 但是后来呢 被废止掉了 1851年太平军起义之后 太平军很快的就占领了这个广西的永安州 这个这个时候清政府呢 这个财政很困难 那么清政府就开始呢 开办捐赏事例捐输 为了筹响 筹响这个事例捐输 那么就命令户部 通知向山西陕西河南四川等省 要开办这个宣书 通过捐款的办法 通过预官卖决的办法 来筹击这个军响 那么到了第二年四月 清政府又命了户部 通知所有没有采取捐输的办法 这些省要让他们呢 要体察情形 分别仇意此项捐输 就是在全国的规模展开了这个捐输 那么1853年四月 太平军攻占了南京 那么建立起了太平天国政权 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 咸丰皇帝又一次搬运 采取捐输办法 那么这次捐输 他给人们一个什么好处呢 一个叫做文武 广文武 众俄学俄 就是增加你某一个地方 他的这个科举考试的名额 你比如说原来四川省 假如说科举是给20个名额 你是捐款捐的多 我可以给你25个名额 就是叫做什么呢 叫做广文武众俄学俄 或者呢是给你呢 封赏决闲 捐了款给你一个什么官闲 是吧 是给你一个副科长 还是科长 还是副处长 给你这么一个官闲 那么这样呢 在太平天国起之后 各个省纷纷的设局劝捐 出现了这个捐局 劝捐局 那么清政府利用这种捐输的手段 那么一时之间的 去世搜刮了一些财产 搜刮了一些财 这个钱财 那么据清政府的一个大学士 叫做文瑞 他这讲 他说在咸丰二年的时候 每年 要支出的一个正向之银 约3100万两 说每年我要支出 要3100万两 而所入仅250万两 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只有250万 为什么只有250万呢 就是太平均占领的一些地方 他的一些地丁税 是吧 一些海关税收不上来 只收了2500万两 他说所亏已达600万 就是财政的收入和支出差600万 他说 幸有捐输等向递补 勉强支持一年 由于清政府采取了 预官卖决的办法 采取捐输的办法 那么筹集了一部分款项 那么又勉强支持清政府 又维持了一年 那么这是一种畸形的税收 不正常的税收 那么畸形税收的第二种 就是清政府要鼓注大钱 滥发钞票 鼓注大钱 滥发钞票 那么在中国古代历史上 每当股股空虚的时候 封建统治者 总是要首先采取一个什么呢 助小钱的办法 所谓助小钱 就是把这个钱币的这个重量减轻 或者呢 他的橙色 把它变得低 就是橙色 那么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减少 那么叫助小钱 来向人民转移这种财政危机 那么伴随着 他的财政的日趋恶化 他就会采取助大钱 那么无论是助大钱 还是助小钱 都是一种病态的货币 表现形式 是货币的 他不是一种正常的一种形态 是一种病态的 那么这个太平天国起义之后 因为这个军情紧急 清政府为了筹集军饷 对吧 那么就采取了助大钱的办法 1853年由户部议定了一个 助大钱章程 助大钱章程 首先助的大钱呢 是当时大钱 就是一个钱 相当于十文质钱 后来又开注了当五大钱 当五十大钱 当一百的 当二百的 当三百的 当四百的 当五百的 当一千的 一共九种大钱 就是助大钱 助大钱什么呢 就是大钱已经失去了 他的价值 本身的价值 就是他的重量 他的成色根本就达不到 是吧 当时或者当白 是当一千 实际上他是会贬值 大量贬值 这是助大钱 那么清政府在鼓注大钱的同时 还滥发钞票 那么这个钞票呢 它是指两种含义 一种叫做钞 这个钞呢 是指的以这个质钱 以同钱为单位的 这个钞 它叫做保钞 或者叫做钱钞 这是一种纸币 那么所谓票呢 是指的 是指的以银两为单位的 这么一种纸币 它被叫做银票 也可以叫做官票 都是纸币 那么这个咸丰三年 清政府的户部 又拟定了一个官票 张成十八条 那么这个官票张成十八条呢 就决定清政府要发行 一两 五两 十两 和五十两 四种面额的官票 也就是什么呢 这个时候在清政府内部 是吧 他在不再实行这个银两的 这种实际的支付 是吧 是采用纸币 官票 有一两的 有五两的 有十两的 有五十两的 运行这个官票 那么稍后 在这之后不久 户部呢 又拟定了一个 制造保钞 张成十八条 制币 还有一个行钞 张成十二条 那么按照这个 制造保钞 张成十八条 这个保钞呢 分为这么几种 一种是五百文 那就是五百个制钱 一千文 一千五百文 和两千文四种 那么这时呢 清政府 为了增加财政收入 就是鼓筑打钱 转嫁危机 那么同时 滥发钞票 印发这个纸币 这是清政府呢 这种畸形的财政收入 第二种表现 那么这个时候 新政府的畸形财政收入 第三个表现 就是变卖祖宗财产 那么我们前面讲到了 清政府为了应付 这个太平天国起义之后的 这个第一次财政危机 为了筹集军饷 那么他呢 除了前面所讲的 什么这个增加填付啊 开办离金啊 是吧 有些极刑收入之外 那么还有一个重要办法 什么呢 就是变卖祖宗的财产 那么这个1853年 咸丰皇帝 经过了这个大臣的这种奏行 咸丰皇帝允准了 答应了 答应什么呢 就是答应 把清政府 他在内库里边 所储存的铜器 就是用铜铸造的一些铜器 那么说铜箱啊 铜顶啊 是吧 这个铜器 要发交给钱局 发交给什么呢 这个铺筑局 是吧 来铺筑质钱 来制造这个质钱 因为没有铜了吗 是吧 没有钱了 那么把这个铜器 是吧 都把它融化 制成质钱 那么而且接着又同意呢 把清朝皇帝 没有使用过的一些金钟 就是用黄金铸造的这个钟 是清朝皇帝没有用过的 有三口 他弄出来了 就是当时讲说 清朝皇帝用过这些钟啊 那么是皇帝曾经用过 那都是很宝贵的 那这不能用 不能够改住 说皇帝没有用过的 这个大金钟 搞了三口 重的是三万三千两 把这个金钟的融化成金条 那么结果呢 就融化了这个很多金条 那么当时清政府为了解决残政困难 是吧 就是把一些铜器融化成质钱 把金钟融化成金条 干什么呢 以金呢 化无用为有用 就是把那个金钟啊 是吧 这个铜器啊 在这个库里放着 放着没有用啊 是吧 把它融住成质钱 融住成金条 是吧 化无用而有用 来补充军费 那么我们姑且不讲 清政府的这些财政措施 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多么大的困难 造成多么大的危害 那么清政府通过这些做法 至少达到了他的一个目的 就是暂时的度过了财政危机这个难关 使清政府继续维持下去了 这是我们讲到清政府的财政 和他面临的第一次财政危机 那么他通过各种办法 那么度过了这种财政危机 那么这个鸦片战争以后啊 那么清政府继续 那么在全国征收离金 是吧 他的海关收入也在不断的增加 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 过了没有几年 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下去了 是吧 那么这样清政府的这个财政支出呢 就相对的减少了 可是呢 他的海关收入 是吧 这个离金 那么再增加了 那么这样呢 在这个所谓的同志中心 或者同光新政这个过程当中 是吧 那么清政府的财政状况 比以前有了一个很大的好转 是吧 收入再增加 支出再减少 财政收入 财政状况 财政状况一度好转 那么特别是从1885年中华战争之后 到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之前 差不多十年的时间 那么这段时间呢 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很少有的一个和平时期 中外之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 那么 那么因此在这个时候 清政府的财政也就出现了中国近代历史上 很少有的一个好 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局面 那么从1885年到1894年 清政府的这个财政盈余 每年的财政盈余 大概是600万两 就是他收入和支出相比 他的收入还有结余 每年平均的结余是600万两 那么这个财政结余最多的是1891年 达到了1032万两 那么他的财政结余最少的是1886年 最少的1886年 他的财政结余也达到了271万两 那么讲什么呢 就是中国近代的清政府的财政 并不是一直都是非常坏的 非常糟糕的 就是他也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 这种财政的好转 那么但是到了1894年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 那么清政府就面临着第二次严重财政危机 那么根据有些学者的统计 那么在这个甲午战争当中 清政府消耗的军费达到了6000万两白银 6000万两 那么如果说再加上战后的对日赔款 对日赔款2亿2白银 那么再加上清政府向日本支付的这个输疗费 3000万两 那么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当中 不是在这个甲午中日战争当中 是吧 军费和赔款加起来要达到了3亿两 3亿两白银 那么当时清政府的每年的财政收入总和是多少呢 大概是8000万 那么也就是说 清政府对外赔款和军费的开支 这3亿两相当于清政府三年的财政收入总和 那么这么大的一个财政负担 是吧 是清政府的正常财政收入没有办法支付的 那么清政府如果说像第一次财政危机的时候那样 是吧 卖关欲绝 鼓注大钱 是吧 这个这个滥发钞票 采用这些办法 也很难筹集这么巨大的一笔赔款 那么清政府这个财政这个时候面对非常严重的一个危机 那么清政府为了应对这个财政危机 那么也采取了一些 这个节省开支的办法 向财赦致兵 就是把清政府的一些国家的一些军队 那么进行一些财撤 那么另外进行严金加价 整顿离金 考核钱粮 搞了这么十项筹款措施 就是节约这个开支 是吧 来筹款 那么这十项这个节约这个支出的一个办法 我们没有办法详细讲 我们举一个例子 你比如说清政府 和扣政府官员的这个俸怒 我们看看这个情况 通过这个情况 看一看清政府怎么样应对第二次财政危机 那么鸦片战争爆发以后 那么清政府就下令 把京城内外的文武官员的这种俸怒 就是1895年的这个联俸 合扣三成 就是扣了他30% 公司联俸扣出了30% 1896年继续的合扣养联三成 1896年又扣30% 就是实发的是70% 1890年11月 清政府又讲 说这个时候 清政府的财政太困难了 是吧 要对日赔款 是吧 那么就下令 要合扣清政府的中高级官员的 1897年的凤银 中高级官员 他的具体做法是这样 就说 京城内外的这些文武官员 是吧 文职自五品以下 武职自四品以下 仍照权术开支 就是文官五品以下 武官四品以下 这些下级官员 原来发多少工资 还是发多少工资 就是他的这个联奉 奉银 仍照权术开支 那么但是什么呢 其文职四品以上 武职三品以上 照案再行合扣三成 就是你中高级的官员 要扣你30%的 这种联奉 那么这个外官 就是这个 各省的官员 是吧 其文职周县以上 武职参将游击以上 照案再行合扣三成 就是扣除清政府的 这些中级高级官员的 他的这种联奉 扣除30% 那么清政府在这个三年当中 一共可扣了清政府 官员的这种奉银 是300万两 那么这是他的一种筹款 那么清政府通过这十项措施 所筹集的款项 相对于 这个三个亿的这种 军费和赔款来讲 可以说是背水车薪 很难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因此清政府还必须呢 要采取大借外债的办法 大借外债向外国借债 才能够筹集大量的赔款 大量的赔款 那么清政府向外借债 实际上在甲午战争进行过程当中 就已经开始了 1894年 清政府就曾经向英国的汇丰银行 两次借款 一次是借了 1090万两 一次呢 是这个300万磅 那么这两次加起来呢 一共是向英国借款 1875万两 这是在中日战争进行当中 那么就向英国的汇丰银行 那么借了这个1800多万两的 这个白银的这种外债 那么甲午中日战争失败以后 我们前面讲了 清政府要对日赔款 两亿三千万两白银 是吧 对日赔款两亿两 加上三千万两的这个 这个输料费 那么清政府为了支付 这么一个巨大的财政支出 或者对外赔款 那么清政府就举行了 三次大规模的对外借款 就大规模的借款 有三次 但是还有其他一些